一人一车 每一位车主的生活 值得被分享 创业似乎已经成为很多年轻人的新选择 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 人们的需求日益多样化 满足这些需求的同时 商机也源源不断而来 只是创业二字始终是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早出晚归 压力山大 其中心酸和幸福 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懂 我是今天的主角李拓 我也是这只创业大军中的一份子 都说80后是垮掉的一代 90后是崩溃的一代 但我反而觉得 正是8090后 撑起了现在这生机勃勃的时代 正因为我们有创意 有热情 有活力 最重要的是我们还年轻 还有更多美好的事物 等着我们去发掘 我这个人特别喜欢车 不管是汽车 摩托车 还是自行车 所以创业项目也和车有关 目前在做的是 线上自媒体和线下车主俱乐部的结合 之所以选择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 第一是符合大趋势 第二是我个人比较喜欢落地的东西 更踏实 不少朋友都问我 你创业是不是就是到处玩车 然后写写文章就行 我只能呵呵一笑 创业的苦说起来显得矫情 不说自己郁闷 我只能告诉所有人 我见过凌晨四点的蓝天 也见过夜晚十二点的星空 每个同龄人可能在享受生活的时刻 我可能在开会 加班 熬夜通宵出活动方案 勘察活动场地 虽然工作占据了我生活的大部分时间 一旦有这位休息 我就研究研究我这一堆车模 收拾一下我的滑雪板 欣赏一下自己曾经的丰功伟绩 怎么样还不赖吧 哦忘了他了 我的爱宠角蛙 现在也是我家的一份子 等折腾完这些 我就安安静静上会儿网 看看我感兴趣的汽车之家 说起来我买车的时候选择野马 也要得益于汽车之家的测评 如果工作压力实在太大 需要排解 我就开着我的野马去山里转转 亲近大自然 呼吸城市之外的新鲜空气 感受慢节奏生活 有朋友说野马这车 看着太夸张太肌肉了 而我偏偏就喜欢这种肌肉感 当时野马第一个吸引我的点 就是它的外形 够年轻 够炫酷 够硬核 特别像我 我的野马是2017款 造型上比上一代要精致不少 宽大的进气格栅 有助于发动机的有效散热 虽然有一贯的肌肉车风格 但增加了许多弧度 让车看上去刚毅强壮 也更有视觉冲击力 一句话就是外形无懈可击 内饰低调奢华大气 看起来贵而不俗 更重要的是 加速动力上也十分强劲 放松的时光当然美好 但生活还要继续 工作也不能停止 从创业至今 我们小团队已经组织过多次车主俱乐部的活动 大家一起跑山 玩卡丁车 BBQ 每次都能结识不少新朋友 因为大家年龄相仿 爱好相投 所以有话直说 我们团队能在车友们的意见和建议里不断反思 看看哪里做得不够好 加以改进 不服不造 千锤百炼才能成钢 这个道理我们铭记在心 没有任何一个创业者是轻松的 想要有成绩 就必须付出努力 这个时代竞争激烈 一天不进步就意味着在退步 一天不拼搏就有被淘汰的危险 很庆幸我遇到了志同道合可以一起打拼的人们 也很庆幸我选择了能带我一路飞奔的野马 陪我一往无前 造就无限可能的人生 当初选择野马呢 除了它大气的外观之外 我还很看重它的空间 因为这是我的自己一个人的车 我个人又比较爱玩 我去滑雪 去骑自行车和摄影 都需要装很多的东西 因为它的后备箱空间非常大 座椅又可以放平 所以我可以直接将我的滑雪板放进去 摄影器材 乃至自行车都可以放进去 虽然网上很多人对2.3T的野马嗤之以鼻 但是我认为 野马诞生之初的本意 就是做一款让年轻人负担得起的小跑车 而且2.3T的动力与5.0相比来说 在初段上实际上是没有太大差距的 在操控方面 这一代野马有了质的飞跃 它摒弃了上一代后轮的扭力梁结构 取而代之的是多连杆的独立悬挂 并且我改装了可调节的脚牙避震 所以这辆车在操控方面有了非常大的提升 刹车方面 这辆车的前轮使用了Brambo代工的对象锁塞卡钳 配合355的刹车盘提供了非常大的刹车力 刹车脚感也非常的线性 在机械驾驶时给驾驶员提供了很大的安全感 油耗方面呢 因为我的驾驶习惯比较好 我也不爱与其他人斗气 所以说油耗比较低 我曾经开到过百公里十升油左右 很多人都说野马的内饰简陋 我个人并不觉得 我非常喜欢野马的挡板和下面一排飞机拨杆 就连仪表上都显示的是ground speed 这一切都感觉自己在驾驶一架飞机 但是经过我长期的驾驶 它的内饰面板有时会发出异响 并且在冬天的时候 它的倒车影像常常会失灵 下一辆车的话 如果没有什么意外 我想选择保时捷的911 说来也巧 野马和911都是在1964年 发布的 野马的发布 卷起了全美的肌肉车热潮 而911的赛道基因 则风靡了全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